什么样的美味让发明人至今难忘 净米浸泡豆子 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打成浆 什么样的机器意外连连 警报烟雾即出现 什么烟雕 什么烟雕 它怎么突然叫这么大声音啊 哇 这个比较口大的烟雕 我们天天的机器 什么样的比赛让大家忘情歌唱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豆丝滚滚来 声音开始 《匈第三公共投宿器》 《匈 sunset》 — 连工牙 说早了吗 老师 这里是武汉 这里是武汉自由 我 Stellen 叫我们这里去找饭 就是叫锅灶 锅灶是我们一天中 最有意思感的一件事 找个梦黄的锅灶 这些话题 做出道事 来人看看你们拿的游戏 我看看你们唱过的 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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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市的苏醒 自温热鲜香的早餐开始 武汉人将早餐称其为过早 吃出了百般花样 而在武汉市的黄皮区 这里大家酷爱吃的早点 叫做豆丝 这是一种通过黄豆 以及大米混合成浆制成的美味 吃法多样 但无论是当做饼吃 还是切成丝吃 在武汉当地都统称为豆丝 人从武汉无数种早点美味里 脱颖而出的食品 想必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魅力吧 我们的编导前往了武汉 决定去一探究竟 黄皮当地盛产豆丝 据说这儿就有一家老店 哪怕是下雨天 也有许多时刻风雨无阻地 跑过来吃 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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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您这店下雨天到这么多人呀 对 您怎么称呼您 姓夏 姓夏是吧 对 这就是在做豆丝吗 对 这就是正常的黄皮豆丝 正常的黄皮豆丝 您待会把这个做完之后 可以也教我做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 好 豆丝的做法看起来并不难 小姜布金也跃跃欲试了起来 那么它能成功吗 您觉得也教我做一份吗 我看刚刚您做的那一份 看起来好好吃 对 让我自己也学一下怎么做 是怎么做 手拿碗 一个手拿这个饭壳 然后呢 然后顺着沿河边转一圈 然后拿这个碗给刮开 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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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它这怎么要清点刮吗 是 对 这个干啥 小姜开局不力 在做豆丝的第一步 摊豆丝上 就跌了个跟头 做成这样了 还能出锅吗 这咋办 我觉得已经感觉 这做的不是豆丝了 像是豆腐了已经 我就在新手里面 属于正常发挥吧 应该 在新手里面 那个豆丝长得不一样 应该要跟您做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感觉我应该 估计您第一次做 也是这个样子的吧 对 出事做都没有 然后把它要盖上是吧 小姜的豆丝 算是勉勉强强地做完了 可要如何将豆丝 豆丝取出来 又成为了新的难题 好烫这个东西 你这没有把它做成粘着一整块 所以你拿它就不好拿 它这个 做得不好 听着大家的笑声 小姜终于知道了 做豆丝 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小姜终于吃粘着不好吃 小姜终于选择了放弃 看来这手上的功夫 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让小姜吃尽了苦头最终做出的豆丝 味道又如何呢 看着大家对于自己做出的豆丝 清一色的差评 小姜却一点都不慌张 因为小姜这次来的目的 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做一份豆丝 这么简单 我们栏目组最近收到一封邮件 就在你们黄皮当地 就有一个姓熊的先生 他说他有一台机器 可以把豆丝给做出来 您相信吗 这个我不相信机器能够做 那我把它的机器看好了 过来喊您 好 等我好消息 拜拜 豆丝的制作过程虽然并不复杂 可对手上的功夫要求极高 厚薄均匀 富有韧性的豆丝 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出来的 真的有一台机器 可以模仿人手做出豆丝来吗 这位发明人名叫熊宝华 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他发明的机器到底长啥样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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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来我今天还听准时的吧 过来的 蛮准时的啊 现在正在这个调试这个机器 正在调试这个机器是吧 对 然后准备开始做了 开始做 对 您这机器我看也没有锅呀 我以为您的机器是有一口锅 然后里面可以 那是老传统了 咱现在是搞新式武器 我这个 我也这个锅 这个锅是一个状锅 我这个浆子啊 到这里面之后 它这个状锅 会把它这个浆子自动地带起来 带上去 然后经过烘烤 经过这个里面的烘烤 经过这个里面的烘烤 加热 然后从这边下面出来 这台机器听起来有些复杂 我们还是通过有趣的动画 来了解一下吧 豆丝机的结构看起来复杂 实则简单至极 其核心部件就是一个如同擀面杖式的大铁桶 只是这个擀面杖可以加热升温 当擀面杖式的高温铁桶接触到豆丝原浆后 便会将其烫熟 熟成的豆丝就会在铁桶的底部自然脱落了 原理听起来简单 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豆丝原浆真的会听话般的挂在铁桶上吗 温度过高 豆丝会糊掉 温度过低 豆丝很可能挂不上铁桶 机器真的能做出美味的豆丝来吗 那让我来试一试吧 可以 拿这个勺子直接往这个里面 舀到这个盘里面 好 多舀一点 太香了 这个豆丝 这个黄豆的味道 还行 是 比较清香 直接倒进去就行了是吧 倒这个里面 对 它 最后面的这个转锅就起来了 我看到了 再来一尝试 它就可以不用人手那样来那个了 对 原浆滋滋作响 烫熟的声音 伴随着豆丝的清香 弥漫了整间屋子 可此时意外的情况 却发生了 好像您这边没有上锅 您看 这锅没上上去怎么回事呢 不上锅 可能刚才冲的一会儿温度可能高了 温度太高了嘛 这怎么办 它已经不上锅了完全 熊宝华赶紧通过湿毛巾 对铁桶进行降温 并将入料口处已经熟成的一面豆丝铲掉 机器又重新正常地运作起来了 这次机器能成功地做出豆丝来吗 你得给弄掉之后把它温度降下去就好了是吧 对对对 豆丝总算成功地做出来了 只是这豆丝的模样 似乎还不如小姜自己做得好看 上面满是窟窿 看起来干瘪瘪的 那么味道上又如何呢 作为半个豆丝师傅的小姜 马上品尝了起来 香还是挺香的 味道有股糊味感觉 可糊味的问题还没解决 现场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这怎么回事啊 熊先生 熊先生 他怎么突然叫这么大声音啊 这怎么办 他把我吓到了 我以为他要炸了呢 你也不然先把电断了吧 先把电断了吧 我好怕呀这个机器 可还没来得及将电闸拉掉 机器却散发出了一股糊味 我怎么不在意乎糊味啊好像 是又做糊了吗 这个豆丝机它 又做糊了吗 这个地方漏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漏浆 这个地方漏浆是吧 对对 漏浆 这个地方漏浆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点糊味 这个底下怎么在冒烟呀 关系 这个底下好大的烟子 我天 这个机器 这莫名的烟雾和糊味 着实有些危险 可造成这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编导带熊宝华将机器断电检查后 马上询问了起来 你这机器刚刚也太吓人了吧 又是冒烟又是报警的 它这个浆料 那个里面有水分嘛 落到下面的电器上去了 就短路了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下面电器部分 我要去加强一下 你这个机器还真的得多费点心思去打磨一下 原来是因为入料口与铁桶贴合不紧密漏浆 导致了电器短路 而出现了烟雾和警报声 铁桶的温度总是过高 导致了豆丝的糊味 以及入料口处的结团 而使得原浆无法上锅 这么多的问题 熊宝华能解决得了吗 他又能否坚持下去呢 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豆丝 豆丝可以说是我同龄的一个蛮美好的一个回忆 做豆丝的话需要好几个步骤 浸米浸泡豆子 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打成姜 然后再摊成饼 这个是蛮辛苦的 通常的话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才能做出豆丝 对于豆丝最初的那份回忆和感动 是熊宝华坚持发明的理由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机器如此多的问题 它又该如何解决呢 我淋了一场大雨 当时淋了个透丝 我突然就想到说 这个用在我的豆丝机上 我的豆丝机用水冷法 来解决我这个酱料结团的问题 熊宝华新的机器 很快就研发了出来 编导小江也闻讯赶来 这次他的机器能成功吗 熊宝华新的机器 熊宝华新的机器 这台的话产量比较小 这台的话产量大多了 它的生产的效率更高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看 这个是传送带 它会冻 是的 上次的时候有遇到这个 这个酱料盘 上次不是漏浆吗 它会造成下面短路吗 对 我现在的话呢 加了一个密封条 加了一个密封条 然后里面是通水的 就解决这个问题 对 那这个的话也是 上次您的一场雨 突然想到的 机器的个头 的确是大了一整圈 可这改进的位置 也太少了吧 加了一个水冷的密封条 以及传送带 就能解决上次漏浆 豆丝挂不上铁桶 和豆丝提前熟成的问题吗 熊宝华说 他非常的有信心 上来就把一桶豆丝原浆 全部都倒了进去 哇 直接这么一桶 全部加进去吗 我看别人都是 一勺一勺的摊的呀 你就直接加一桶啊 这样效率比较高一点嘛 这次豆丝原浆 的确没有发生提前的熟成 挂桶也挂得非常的完美 那么最终做出来的豆丝 是否合格呢 我们都在传送带这边 期待地等待着 从这个里面会出来 哇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好 然后被这个 你小心点手 这个就像一个布皮一样的嘛 对 比较像一个布皮 然后这个成条状的那种豆丝啊 就在那个位置被切割开来是吧 对对 切成一个那种丝状的 看着如此漂亮的豆丝做出来 编导兴奋极了 可此时意外的情况再次发生了 跳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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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怎么停了 跳杂了吗 停电了吗 停电了吗 特杂了吗 特杂了吗 昨天晚上才不是停电了吗 怎么来的 小哥 特杂了 经过检查我们发现是因为机器的功率过大 需要特定的三箱电才能稳定工作 重新接好电源后的机器 能将豆丝完美地做出来切丝吗 其味道又如何呢 机器接好三箱电后 编导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开始了测试 一闻到豆丝的香味 街坊邻居们也跑过来凑热闹 他们又会怎样评价机器做出的豆丝呢 熊宝华的豆丝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看着大家开心地吃着豆丝的模样 熊宝华的心中感慨万分 在发明的路上一路走来坎坷无数 可在这一刻似乎都释怀了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忙于生计 四处奔波 却忘记了自己发明的初衷 就是儿时对于豆丝最美好的那份记忆 或许唯有人间烟火器最抚凡人心 市井武汉清香豆丝 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美好 让熊宝华在发明之路上坚持至今 可对于他机器的测验还远没有结束 明天我邀请到了你们在你们黄皮当地有三位特别有名的豆丝师傅来现场 是吧 对和您的机器来比赛 但是熊先生就好像有个问题 就我看今天咱们在这个测试的时候 你这个机器都经常跳闸 这个对电力的要求还是有点 对 我就怕到时候那个街道上没有三项电该怎么办 你这机器 对 我这个 我们这个加热的地方的话可以烧柴 可以烧煤液化器都可以的 我明天那个要比赛的话 我把它换成那个烧柴的 那行那行 那我为您准备比赛去了 大战一触即发 咱们的豆丝大赛呀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呢 咱们第一要比速度 第二就要比质量 速度就是看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呀 到底是人工队大概十几个人做得快 还是咱们机器队这边一台机器做得快 我们父子俩 够了是吧 对 够了 上阵父子兵 我们有机器 你们有机器 效率高 效率高是吧 那机器队这么 这边这么有信心 人工队这边这么多人 我们这边都是黄皮的本身来 就是传统的 我看这边应该都是 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吧 都是 你们这边有信心吗 豆 有 也有信心是吗 有 好 那咱们话不多说 赶紧忙活起来吧 比赛开始吧 开始吧 开始开始 热火朝天的人机豆丝大赛 就这样开始了 员工队老师傅们 娴熟而流畅的手法 围观群众们热烈地讨论 机器队有条不紊地制作出 如绸缎般的豆丝 这些画面交相辉映 武汉的示警器扑面而来 那么究竟哪一方能更胜一筹呢 您大概就一个小时能摊 多少张像这样的豆丝饼啊 就是90到100 90到100 对 90到100张一个小时 那咱们这边一共有三位老师傅 他们都像您一样可以量和国同事做 那不是一个小时 他不是可以摊300多张这种豆丝饼 人工队这边除了经验丰富的 三位老师傅摊着豆丝 还配了几位帮忙切豆丝的阿姨 大家的动作行云流水 活脱脱一副流水线般作业的景象 反观机器队这边只有父子二人 一边要天柴点火 一边还要操作机器 倒入原料 看起来颇有些焦头烂额了 对于这样的场景 现场的观众又会更看好哪一边呢 您感觉这个机器怎么样 机器很好啊 机器很好吗 那您感觉这个是机器做得快一点 还是这边人会做得快一点 我估计机器应该做得快一些 我觉得机器会做得快一点 来来来来来 您感觉是那边那个新式的机器好吃 还是一种老式会好吃一点 也好吃 这也好吃一点 那你感觉哪边做得快一点呢 快一点快一点 机器会快一点 我觉得人工吧 人工会快一点 会啥人工快 你相信他 你跟他是啥关系 他是我老公 你相信你老公是吗 这个做得很好 你看这个 做得很好啊 对 那比较好 机器好呢 什么 快 你跟你联工 都是 这熊先生不知道 听到他要多开心 都认为他的机器 细力光滑 细力光滑是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现场好不热闹 可此时 被大家都看好的机器队 却似乎出现了问题 我看你这中间怎么都断开了呀 这中间 这是刚才这个 箱子那边有一点点问题 有点问题是吧 这温度太高了是吧 烧台烧的 温度低了一点点 温度低了一点断了是吧 因为铁桶中的温度不够 豆丝出现了裂痕 机器队这边负责二人 只能不停往铁桶中 继续添加柴火 保持温度 看来这台不用电 而用柴火提供热能的豆丝机 有些不好操作呀 不过没用多长时间 铁桶内又到达了正常的温度 绸缎般的豆丝 又延绵不断地被铁桶滚了出来 此时人工队的情况又如何呢 有信心战胜机器吗 今天 有 有信心啊 肯定比机器快是吧 好 加油 有信心 会啥有信心 因为我做了五十多年 因为我是三十四传统的师傅 我做了五十多年 因为我有信心战胜机器 有信心战胜机器 感觉没有人能比你的机器 可以 加油 加油 此时比赛进入了胶着的状态 双方的精神气都十足 谁也不想输给对方 大家你追我赶 人工队的传统老师傅们 一张张的新鲜豆丝不断出炉 阿姨们手起刀落 熟练地切着豆丝 机器队这边的机器也在嗡嗡作响 不停歇地滚出豆丝 切着豆丝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编导 在速度上机器队和人工队几乎不相上下 那么双方只能在味道上继续一决高下了 究竟哪一方做出的豆丝会更加好吃呢 现场的三位传统老师傅 马上开始烹饪起了双方制作的豆丝 观众们也看得直愿口水 比赛最终的胜利到底属于谁 似乎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觉得那个还是人工比那个机器好吃 它要做得细腻一点 它味道细腻 味道挺纯正的 口感更加好一点 对 小朋友你觉得是机器的好吃一点 还是你爷爷做的好吃一点 机器的好吃 机器刚刚说的豆丝炒的好吃一点 这是机器的好吃一点 这个机器虽然说细腻 但是口感还是没有那么好 可是机器就是好吃 现场品尝了两对豆丝的观众越来越多 大家意见各不相同 那么最终哪一方能获得更多的青睐呢 这比赛比了差不多小一个下午了 咱们你看这太阳都已经要落山了 那咱们呢 最后呀就是咱们喜欢机器队的呀 就拿白色的球投在左边 这个框 喜欢人工队的呢 就拿黄色的球投在右边这个框 好不好 好 双方的票数要得非常紧 比赛双方都紧张地看着自己的票数 那咱们的这个比赛呀 结束了 投票也结束了 我来看一看哪一方得的票数更多 好不好 好 这边是人工队的 我来数一数 2 4 6 8 人工队这边应该得到了8票 咱们再来看看机器的这边 2 4 6 8 10 12票 机器队咱们这边得到了12票 比人工队多了4票 所以我宣布机器队获胜 谢谢 没有人永远是少年 但永远有人是少年 我们或许会老去 可一颗热爱发明 热爱生活的心 永远不会老 武汉的市井器与热闹器 或许正源于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城中 每一位武汉人对于武汉的热爱 对于生活的热爱 千年旁归 能符结尝 千年旁归 千年旁殘 奎 千年旁 days 千年旁归 千年再有 千年哦 千年近